然后接下来咱们进入到第四节的内容 来看一看一般计税方法下应纳税额的计算 这当然是核心内容了 因为整个大体里边最主要的考点就是一般计税 当然一般计税也具有复杂性 咱们要展开详细的说一说 那先从大方向上我们来看一看增值税的计税方法 它其实一共有三套计税方法 先来看最核心的也就是符合我们增值税原理的那套计税方法 就是一般计税 一般计税就是拿肖像减镜像 通过这种间接的减法方式来算税的方法 也是我们这个整个学习过程中重中之重了 当然简单的说是肖像减镜像来算税 实际上还有好多细节问题咱们需要考量 真正算的时候公式要比对复杂 咱们先简单的罗列一个案 回头再展开对每一个模块进行详细介绍 首先在算当期应大税额的时候 我们得先找到当期的肖像税额 也就是你销售货物提供劳务 销售服务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这些 那你这个卖价他需要去额外多收一块钱 额外多收的那块就是我们的肖像税 他实际上是拿你的销售额去乘上税率算出来的结果 这是卖的时候算的那块肖像 然后接着你买货的时候 其实除了价格之外 你还会负担一块镜像是吧 那个镜像是可以抵扣的 所以我们要把当期的镜像税额拿过来 进行一个抵扣 但是注意你取得了镜像可能非常非常多 但它不见得全部都让抵扣 有一些镜像是不让抵扣的 不允许抵扣 那么你原来抵了怎么办 抵了那就得转出来 所以说我们计算了当期的镜像税额 还要把不让抵的那个镜像税额 做一下转出处理 剩下的才是允许抵扣的镜像 好那接着 说我当期的肖像如果比较大 而允许抵的镜像少 那这时候我就应该正常交税了 对吧 比如说我的肖像是100 而允许抵的镜像呢是80 那这样算出来的结果就是20 我就正常交这个20就行了 说明我卖的多买的少 是吧 好那如果是反向的呢 说我这个肖像是80 而镜像我这个月买了特别多的东西 啊镜像比较大 好那这时候算出来结果是负数 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就不用交税了 相当于我们要交的税是0 好那这个负数怎么办 负数就是我多负担的镜像是吧 读负担的镜像呢 没关系 咱们可以继续往后截转 去让你进行抵扣 所以这个20啊 咱们叫留底税额 好吧 你可以以后接着去抵 好那结果下个月来了啊 说下个月呢 我的肖像是200 哎镜像呢是150 好那这个时候 我把当期的肖像 和当期的镜像拿过来 然后还得考虑 以前是不是还留了20 没有抵完呢 哎我还得把以前留底的税额 给拿过来减了 好剩下的才是我这个月应该交的税 所以你看一般计税方式下 应那税额实际上 它就这个拓展成了这个公式 就是当期的肖像税额 减去当期的镜像税额 但是当期的镜像税额里 要把镜像税额转出 那个不让底的镜像给它减掉 然后再减去以前留底的税额 之后算出来的才是我们 一般计税方式下的应那税额 好这是它的一个公式 然后接着啊 说完了一般计税 咱再来看看减易计税 减易计税 非常的简便容易操作 所以这儿没有什么难度的 主要就是我们找准 当期销售额就行了 这个销售额一定得是 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我们强调好多遍了 增值税是价外税 它的计税依据 一定不含它本身 好拿这个不含税销售额 直接呈征收率 一步算税 不考虑什么肖像进向的事 好减易计税里 是不让底进向的 咱们算出来的 它也不叫肖像 它叫税额 好吧 要注意这点区分 好接着 其实这儿还有第三套计税方法 就是我们扣脚计税了 扣脚计税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举个例子 ABC是一个美国公司 它向中国的假公司 提供咨询服务 收了106万是吧 那它收了这106万 要不要在中国交税呀 我们强调了 那个服务的话 那境外单位或者个人 你向境内单位个人提供 如果是属于跟境内沾边的这个服务 或者说我们服务的提供方 接受方有一方在境内 那么这事 它就属于境内业务 应该在中国交税的 那应该在中国交税 它自己在中国又没有机构场所 怎么办呢 那就让购买者来作为这个服务的 扣脚义务人好了 对吧 帮ABC来扣税 好那扣税怎么扣 这是拿接受方支付的价款 除上一加税率 再去乘税率计算的 也就是我们要支付的价款是106万 它是一个默认含税的金额 因为我整体要给ABC这些钱 是吧 那它肯定就含税了 我不会额外再给它扣个税 那它就是全部要做价税分离 这儿呢 咱们咨询服务用的是6%的税率 然后再去乘上6% 这样扣税给它扣6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6扣下来 帮它交税 剩下的100付给它 这是咱们单纯考虑增值税扣脚情况下的一个操作 注意这儿呢 咱必须在扣脚的时候应用税率 绝不用征收率 这儿呢 哪怕咱们假是一个小规模拿税人 那也不能用征收率 好吧 因为咱扣的是别人的税 咱是帮忙的 咱考虑的是对方角度 而对于这个情况呢 它由于是个外国的单位吧 是吧 它肯定在中国 它是这个没有什么这个专门的什么注册呀 什么进行场所之类的 那在这儿呢 我们就是默认 它是100拿税人 一定用税率就行了 好吧 绝不用征收率 这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小点 好那接着 咱们说完了整体上这个增值税的计税方法之后 还不够 咱们还得再次强调一下 一般纳税人的税额计算的事 因为后续我们要展开 强调的其实就是一般纳税人 咱们筑块这个级别的这个考试 他一定考你的是大户啊 是不是 他不会这个 把这个小户的很多业务给你拿过来 让你专门去训练的 因为我们注册外计师 这个接的业务可能更多的 都是这些大户 什么上市公司之类的 所以他的这个 应该说层面是比较高的 那咱们就专门来看看 一般纳税人税额计算的这个操作流程 以及他的细节吧 首先 一般纳税人的税额 他应该包括两大块构成 一般纳税人主要的计税方法 是一般计税方法 另外别忘了 他也有减易计税的情形 对吧 有的业务是上来咱就规定 你要减易计税 或者说呢 给你选择权 你可以选择减易计税 所以这两块 咱分别算出来税额 相加就是你的整体税额了 但是咱们在这个计算的时候 也不能说机械的 我就给他加一块 因为有特殊情况 你比如说 咱们一般计税和减易计税 分别算出来税额 结果我一般计税的税额 是大于等于零的 比如我一般计税 算出来的税额是100万 而减易计税 算出来税额是20万 那这时候我都是要交税的 那没得说 我一共就交120好了 他俩一加 就是我整体的这个应纳税额 但是如果一般计税算出来税额是小于零呢 比如说 我一般计税算出来税额是负的80 而减易计税是要交20 那这时候你说 如果我直接给他机械的这么一相加 是不是算出来结果成了负60了呀 我是不用交税的 然后还有60是可以截转抵扣的 那行吗 注意那不行 我们这规定当一般计税方式下的应纳税额是小于零的时候 这时候 他的应纳税额我们认为就是零 就是他不用交税 然后他那个负80 证明80是可以截转以后继续去进行抵扣的 但是这个留底税额注意 他只能抵一般计税方式下的税额 他抵不了减易计税方式下的税额 好吧 也就是说呀 当你一般计税是负数的时候 你自己记着这事 以后去一般计税的时候留底 但是减易计税的税该交得交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交20就行了 好吧 好 这是我们说到这个一般纳税人 他的两块税额 这样的合计问题不是简单机械的 然后接着就是在一般计税里边 咱们涉及到了那么多的模块 其实这些模块都有很多很多的考点 我们来先这个给大家提示一下 后续学习的时候你要注意 首先就是销项税额 那销项税额 它是拿销售额乘上税率算出来的 那你看到一个业务 你就得知道它的税率是多少 但是这事它不难 因为是机械机翼嘛 前头咱们说了 这是基本功 必须你要看到业务 看到货物 马上反映出来 它用哪个档次的税率 然后接着就是销售额的确定啊 我销售额到底是哪个金额 是那所有的金额相加 还是说我可以减掉一些什么东西 这销售额确认是一个关键 另外还有就是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就是我知道这个业务 它是这个月可能收了钱了 或者这个月发了货了 那是不是我这个月就要给它算销项呢 还是说我应该下个月再算销项 或者说我甚至是明年再算销项呢 那什么时候产生纳税义务 这事非常的关键 这是销项里边的两大块重要考点 然后接着进项 问题就更多了啊 首先你要知道 我买了那么多的货物 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哪些是可以抵扣的 哪些不能抵扣 这个情形你一定要分辨 那如果可以抵扣 我到底能抵多少呢 你得回算吧 那如果不让我抵扣 我又抵了 怎么办 那就得做进项税额转出 那转出多少钱怎么算 又是问题 另外啊 咱们有一些行业啊 其实还是允许你加计抵减的 也就是你在正常抵扣 进项的情况下呢 你还可以额外在虚拟的 多抵一块进项 那到底谁能享受这个 加计抵减 然后我到底加计抵减多少 那抵减完之后 我应该交多少税呢 这种计算的问题 都是考试可以涉及到的考点 非常的重要 另外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 肖像和进项 他们的关系啊 这个关系之前我们就强调过 有两个 呼应和配比 那所谓的呼应就是说啊 这个卖方的肖像 那通常就是买方的进项 你看你卖货 你计了肖像税是吧 那买货来说呢 他就是可以抵扣进项的咯 所以啊 这个卖方和买方 你站的角度不一样是吧 那他这个肖像进项的定义 肯定也不一样 通常他们是呼应的关系 然后接着 就站到咱们自己的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的肖像和进项 他也有配比的关系 比如我从别人手里买过来这批货 那我做了进项抵扣 将来我再卖出去 是不是他要有肖像产生才行啊 我们说买的时候抵了进项 那未来就一定要产生肖像才行 才对得起你抵过的进项 那如果说未来没有肖像产生 那抱歉 进项我们也不让你抵了 所以这种关系 大家要特别的去关注一下 一定要真的理解它 因为后续很多的政策 是跟它相关联的 然后接着我们又说到留底税额 留底税额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进项税额比肖像税额大 对吧 你的进项这次抵不完 你的应纳税额算出来是负数 那这时候呢 没抵完的进项 我们可以继续往后截转去进行抵扣 下一期你算的时候 再把它给减了就行了 另外呢 就是我们留底税额这块呢 现在还有留底退税政策 我们可以把你没抵完的进项 给你退掉 那谁能够享受留底退税 到底退多少钱 这个政策也是咱们教材里提到的 并且它还有些变化调整 大家要特别关注 然后接着在咱们这个真正计税的时候 还会有一些细节问题 你比如说预缴税款的情况 你像我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 那我卖房子的时候 我可能卖的是七房对吧 房子还没盖好 我就已经开卖了 那这时候我收了钱 其实是预收款 按理说呢 我房子还没交呢 是不是没产生那是义务呢 但是咱们水收政策上 要求你要先预缴一些税款 就你的预收款 按照特定的方法 先去上交一点税 那等你真正产生纳税义务了呢 到时候你预缴的这个税就得减掉 因为你不能重复再交一块了 对吧 你预缴的这块要相当于给它抵掉 后续还差多少税 你再去交上就行了 所以预缴的情形 以及计算方法 大家要知道 并且它对我们最终的税额计算 是会有影响的 然后接着就是税收优惠政策 当然跟计税也有关系了 你比如说有些免税的情况 你看到业务就要马上反映 要不要交税 是免税还是减税 然后还有一些急征急退 你先交了 回头再给你退回来 是吧 那这些呢 都是跟咱们 这个一般纳税人 一般计税有关系的一些项目 你要特别特别的关注 每一个模块 我们都要花不少的时间 进行展开梳理 现在你先有一个印象好了 然后接着 在这几个这个计税方法里边 我们还要对扣角计税的规则 特别的强调一下 因为以后呢 我们就不会单独说它了 扣角计税比较简单 咱们几句话就说完了 你要关注一下 扣角计税 它一律是用税率 绝对不使用征收率的 这是公式里边直接写明的 另外就是 我们支付的价款 如果是含税的金额 那应该做价税分离以后 再计税 增值税的计税依据 永远都是不含税的销售额 这点要关注 那如果题目给你一个不含税金额呢 那当然你就不需要再去做价税分离了 所以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来看一个单选题 说23年1月 境内甲公司 接受境外ABC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 应支付的全部款项为106万 问甲公司应该扣角增值税多少 其实像这样的题目啊 他当然如果你掌握了这个解题的思路 那其实很简单 咱们付的全部价款 那肯定就是含税金额咯 要除上1加上6%的税率 是吧 换算出不含税金额来 再乘6% 那结果直接就是6了 直接我们就可以做出来 但实际上 如果你全面深入的去 把握这个题的话 你要考虑的问题其实是很多的 首先你要考虑什么呀 现在要考虑一下 境外ABC公司 做这个业务 要不要在中国纳税 它属不属于境内业务 对吧 我们强调了啊 说这个一般的服务 只要提供方或者接受方 它有一方在境内 这事就属于境内了 所以这啊 你这个ABC公司 向甲来提供咨询服务 那不管你派不派人来 实际上呢 我们这个接受方 甲都是在境内的 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是境内业务 应该在中国纳税 好吧 另外如果说ABC公司 向甲公司提供的这个服务 是完全在境外的 那完全在境外的 这种服务 它就不需要在中国纳税了 但是这儿 它显然没有特别说明 我们认为 起码有一方在境内 如果它派人来中国 来做这个业务 那就是两方都在境内 所以这事儿应该在境内纳税 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 这事儿属于境内了 那谁做扣脚义务人呢 如果境外单位个人 向境内提供的是服务 那它在境内没有这个经营机构 没有机构场所 那么这时候应该是让咱们 这个接受方来做扣脚义务人的 也就是买方 甲来做扣脚义务人 除非有特殊情况 通常都是甲来做扣脚的 然后在扣脚的时候 我们应该再去考虑公式 那就是我们支付的全部金额 除上一价税率 然后再去乘税率 一定用税率 不用征收率来进行计算 那如果题目稍微变一个说法 他说我们境内甲公司 接受境外ABC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 我们支付了款项100万 余之相关的税费 由甲来负担 那这时候怎么办 相关税费有甲负担 也就是说你付的100万里边 它是不含这个增值税的 你甲要额外的出这个税钱 那这时候说明100万就是一个 不含税金额 那我们就不用价税分离了 直接拿100万乘上6% 来给它扣税扣6就可以了 当然一定在读题的时候 认真地去看文字描述 人家给的到底是什么含义 是什么情形 然后再做出结论 这是关于咱们计税的一般规则